就是说有一个中国大陆有一个很不好的矛头 就是像那个文革这样从政治上倒退 出现了那种毛泽东时代的那种政治的一些倾向 在经济上有一种好像要刮共产风 这个50年代的中国的公私活运那种趋向 要有冒头的这样一个现状 其实呢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 其实在经济上 以前我们说中国的经济政治上是改革开放后 政治上是打左灯 经济上是向右转 但实际上它经济上并不是完全的向右转 它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 它实际上是一个叫我们现在叫它 那个时候叫做权贵资本主义 大陆有个学者说的话 我觉得非常的觉得说得非常好 他说的中国大陆 以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 现在就是Market列宁主义 经济上就是Market 但是政治上还是列宁主义 Market列宁主义 但是我个人觉得它那个Market那部分呢 实际上不是完全的那种市场经济 所以很多世界上有些国家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 因为它实际上是国家控制的市场经济 你可以叫它国家资本主义 不是完全的这个资本主义 所以它经济上就我觉得它是从那个朱永基时代就开始了 就是那个经济上来就是用国运企业以主导地位 其实关于国运企业的西方国家 比如说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对国运企业 它也有 但它国运企业是补充 就算民运企业赚不到钱的东西 但是这些经济问题又关系了民生问题的时候 由国家来住 就是国家去住亏本的生意 因为亏本的生意资本家不住 那么国家去住 但中国大陆不是这样的 中国大陆就是说所有的赚钱的盈利的 掌握经济秘密的东西都有国家来控制 比如说中石油之类的 就是说电信产业这样的 全部都是国家控制到 所以国家就赚了很多很多的钱 那么其他 因为改革开放以后 它也允许一些市场经济 但是中国的市场经济 民运企业的经济实际上是很困难的 它就是无论是开拓市场 金融贷款这些 所以有一段时间 中国大陆那个金融世界会发现 很多的那些资本人叫非法集资 闭关 闭关坐牢 有一个案子我都记不到 是一个女企业家 当时很多中国大陆的那些律师 维权律师帮她打官司 当时要判她死刑 后来也是死里逃生 为什么呢 因为她集不到资 你企业要发展 要融资 要向银行借款 但是你民运企业家没有这个 国家不给你贷款 你没办法 你就民间集资了 民间一集资 就集资是有风险的 一出风险她就说你是骗 诈骗 所以就中国那些保险业 会不会保险 其实企业她也可以买保险 但是她都不给你这些民运企业开放 然后民运企业就受很多那些 因为中国的官僚体制 可能是全世界最大的官僚系统了 你一个民运企业要办 就层层层层的关卡 而且所有的官僚掌握在国家手中的嘛 你要有一个电 用电 要用煤气 交通 所以说所有的给你款 他们说你一个企业办下来盖工章 层层怪怪 要盖几十个工 几百个甚至 你才能够办下来 所以民运企业在中国本身也是非常艰难的了 那么有些民运企业为了创作一条路来讲话 他有一个办法叫官僚勾结 因为我纯粹的 完全以民间按一个法律来办一个企业 那么困难 我就被迫的给官方找个后台 用官方来帮助我 所以中国大陆民运企业老是会出问题就是 因为一个完全的干净的民运企业是没办法生成的 你只有去官僚勾结 汇率官方的一些后台 你才能生成 但是这个情况又有什么问题在里面 因为中国官方全部腐败 所以你的腐败就是说 你要完全反腐是不行的 一反腐你整个政权就所有的腐 所以你只能选择性的反腐 反什么腐呢 一个就是说他选择性反腐 需要打老虎的时候抛几个出来 另外就是权力斗争 权力斗争 你这个民运企业家他给官方勾结的时候他决定是给一个具体的官员勾结 这个官员突然一下就倒台了 然后在权力斗争倒台 比如周永航 一下倒台了薄熙那也倒台了 给他勾结那些 弃力斗争全部就出问题 就全部就倒台 所以 所以一倒台后呢 我觉得最惨是企业家 因为我这个以前在做新闻的时候 九十年代两千年这样的做新闻 发现很多权力斗争倒台的时候 就说同一个案子 同一个腐败也是官商勾结案子 那么资本家就判死刑 那个共产党的官员就可以逃一命 有些时候那共产党官员的判刑判到什么程度来 清到什么程度来 就开除党籍 我说党籍叫法律惩罚 党籍处理 这个跟法制毫无关系的 好像你有一个党籍有个官职 这个就多一重保险 惩罚的时候 你就可以拿来抵消你的部分惩罚 所以以前的那个 那个陈希同的案子的时候 就跟他们相同案件有关系的 那个女的一个妇上就被判死刑 所以这个中国的民意气劣家就说就很惨 你要经营很困难 然后你要走得通呢 你就必须要就官商勾结同流活屋 但是一旦同流活屋这个案子 你罚了的话你的惩罚又比官员严重得多 经常是会当替罪羊替死鬼 本来就是中国的民意气劣就你小打小闹还可以 你要发展到有规模的话可能真是要关上枸杞了 所以很难的这样的 这样的情况它是很勉强维持 但现在最近这个趋势看来 好像对一些民运气劣 这活发的民运气劣 现在官方居然想染指 尤其是地方部门 地方政府 因为地方政府它的财政 甚至比中央政府来比的话就非常的困难 就很困难 他以前就一直搞那个靠卖地嘛 不停的 中国大陆卖地是最奇怪的 就是说不停的卖 他因为那个卖出去一个地 他突然又收回来再卖第二次 有时候就会发生这个楼房 已经才建了十年二十年 突然推倒了重来 又再卖了一次 地方政府再来靠这个赚钱 因为他那个中国大陆的税收呢 他叫做分税制嘛 就是说缴税 缴一部分给地方 缴一部分给中央 中央是占多数 所以中央很负债 现在中国政府不是没有钱 是很有钱 这个钱全是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都很穷 地方政府就现在 多数地方政府是负债 就是现在就 以前就靠那个卖地 卖一次地他就进一票 现在如果地都卖 卖物再卖了 最后卖到 如果地产失到萎缩的话 没办法卖 他怎么办 就打了民意气力 因为中国大陆 说到底不是一个法治社会 也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人质的社会 就活发不活发 就是官方一张嘴说了 就两张皮一张嘴两张皮 我说活发就活发 我说不活发就活发 像山西平耀县的一个事情 以前的那个房子 房私有房产 以前我们家都有私有房产 到时候他就 也不是充公 当时私有房产是这样的 如果你是有些 比如说你是 那个比镇压的 就是比啥的 反个面他就公开 但普通人你有个私房 他不需要你住 那么多 他就政府强迫你 因为在毛泽东时代的时候 他那个房子 政府没有修房子 但人口在增加 那些人住什么地方 他就强迫那些私有房的人 把你多余的房子交出来 政府帮你租叫金租 金政府租 你这个台湾都没听说过 金租房 因为我们家的房子 就有成形比金租的 文革的时候更厉害了 文革的时候 好多人比打倒的时候 就把你赶出来 把你的房子 一个院子赶出来 你自租其中一家 突然搬了十多家进去 这些人交租 不是交给你 交给政府 金租的 很齐 好吗 后来这个毛泽东时代 结束以后 就觉得这个 大批的 这个 掠夺了私有财产 因为那些 被掠夺了 他本身没有 不是什么 什么大地主 大什么什么 他就是活发的 那些私人房子 比如这个院子 一个大院就是我的 这样的 所以后来就文革解锁以后 就觉得应该这个房子 就太野蛮了 这种政策 就退还给他们 那退还给他这些人就 就三溪平耀就出现这个问题 就因为三溪平耀现在是一个 古城嘛 就是旅游很旺的嘛 他们就在用了一些房子 修什么客栈 住商店啊 住的风生水起 赚了很多钱嘛 现在政府一穷 就打人家的主意嘛 突然说那个政策 作废了 这个真是在 法治社会 其他法治社会 是不能想象的事 然后一说了后 然后就 你如果在法治社会 如果说你那个 政策作废 或者这房产产权 有争执 起码还有一个 那个司法的一个程序中嘛 两边打官司嘛 还打过两三年三十年嘛 没有 政府一说 房源是他开的嘛 房源不是我们香港所的嘛 房源是独立的嘛 司法独立的嘛 现在我们香港司法独立 可能也要没有了 因为三权不是 没有三权分立了嘛 所以房源是他开的嘛 所以房源就说 就直接就下 就把房子就 就一个封条 就把人家房子封了 这种事情 我觉得 为什么会出这种事 第一个就是说 中国没有法治人治 房源就是共产党开的 法律就是共产党 一张嘴两张皮来解释的 所以你跟他讲法 没用 那为什么他突然 现在要出这种政策 就是因为 现在中国的经济出问题 尤其是地方政府 财政就很困难 可能是公务员发不出工资 然后教师也发不起工资 怎么办呢 反正也很野蛮嘛 就国家都是我的 其实这种东西完全是 是共产党上场以来就了 你看共产党那种 就是共产党的传统嘛 共产党就讲共产主义 反对私有制嘛 因为马克思主义就把那个 甚至说私有制是万物之源 因为我们以前学过 这马克思主义就万物之源 所以私有制是错的 所有财产都 什么叫共产主义呢 就是说没有私有制的社会 才叫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承认私有制是有限的 社会主义就是说 还没有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时候 我们是第一级阶段 私有制止限于你的生活 你的生活用品一个房子住房 但是那个时代随便可以没收 很简单嘛 现在说中国的土地都是国有的 其实是不对的 1949年共产党搞土改的时候 没有宣布土地国有化 只是说地主护农占有的土地 把它搏斗出来分给农民 当年的农民且分土地的时候 是有个土地产权去挣的 哪一年中国大陆宣布土地 收归归啊没有 中间没有这样一个过程 现在文革以后就说土地是国有化 那么那个立法是怎么立的 没有这个完全没有的 后来的土地逐渐收购 国有是怎么收的呢 先一步就是土地集体化 在人民公社之间集体化 怎么叫集体化 就是参加合作社嘛 互助组合作社 参加的时候就是我们 叫集体所有制 就是说我们几个人 活活就像股份这样的 我们活活起来 但产权还是属于美国私有的 但是呢 互助化或者活作社 这种集体化 产权还是属于过人的 但就是这样一个行为是 中共通过一个强权式的方式执行的 你不参加活作化 不参加互助社的话 就迫害你 没有人在生命的威胁时候 受到威胁的时候 没有人敢说我不参加 这样才有活作化 集体所有制 但是下一步就变成人民公社了 连集体所有制就抛弃了 然后土地就国有 整个没有 没有一个立法过程 然后这个土地国有化 就是掠夺的方式就变成了 就我举个例子 像我们这种家嘛 以前我们土地都有 我以前都看我妈妈拿着我们住的房子 买的嘛 那个产权政策都有的嘛 政府要征收的时候就 征收就分个土地 这个产权都不承认 你租付给房子所有权的人 都是一律的分配房子 就不承认你的产权了 腐败啦 很腐败啦 现在我看到最近那个 有这个网上就讲嘛 什么世界 你那个富豪榜嘛 什么首富世界首富 那些人说 这算什么 我们那个称书记的钱都比他多 早就是这样子吧 以前的腐败呢 如果你不要去公开再去掠夺的话 你是私下的人偷啊摸啊会怎么样的嘛 大家还可以老百姓可以忍受嘛 你像公开的这样掠到的话 像那个山西平要这样做的话 那会极其名分 我看到那个视频的嘛 那些人就公开的抗你嘛 这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这样 他就第一个就提到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这样讲 他就说你这个共产党的这种意识形态嘛 才会这样嘛 无法无天的嘛 把法子完全不当一回事嘛 然后就可以公开的去掠夺嘛 所以他就公开的这样喊嘛 我想他这样喊出来的时候 实际上不光是抗你这个事件的本身 也是对这个体制进行抗议 所以如果这种事情多了的话 很多民运气烈家 现在你想他们现在 现在为什么会有任志强这样的气烈家呢 就是任志强已经意识到嘛 就是说在这样一个制度下 我们的私有财产是全是得不到保障的 他今天可以给你这个机会让你去发展 明天他就可以收回来 甚至像以前说 好像中国的那个民运气烈家 那个马云是首富是不是 他那个阿里巴巴巴嘛 他最后被迫把他的控制权交出来嘛 我想都是同样的一个 最近他还出了什么什么 什么港之邦 港澳 澳门人之邦 是七年都要听党的话 好像有这样一个文件嘛 我觉得这个 如果要听党的话 党要说你这个钱 这个唐英年你那个现在 这个这个今年 是不是交给共产党 你怎么说 我要听党的话嘛 本来我们是说 七年是根据法律嘛 我们按法制办嘛 对不对 现在不是了 因为党民主要以法制上嘛 所以我想这个 所有的民运气烈家看到这个 都会非常的无赖 甚至还有你的那个 成立党支部嘛 这个党支部跟工会不一样 工会嘛代表工人的利益嘛 党是代表了北京高层的那个利益嘛 到时候党发出一个指示下来 那么这个 所以呢 这个整个经济呢 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是不是 现在中国政府 危机感 共产党政府危机感很深哦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 因为面对的危机 有两种解决方式 一种就是开放 开 就是说 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危机 有些不是 就头痛一痛 脚痛一痛 他觉得你不听话了 现在社会会怎么样 我就管更严一点 这个儿子不听话哦 他不是去好好说 我放地资 他干脆就拿出棍包来打 就这样的 你不听话 我把你杀掉 就这样的 就我觉得是一种 他们遇到一种 现在中国一个新的危机的时候 因为现在整个国际形势 我都不讲了 国际形势对中国是很不好的 尤其是现在中美这种冲突 都不是一个中美贸易冲突 就美国现在那个 他的国际战略 公开的时候 中国是他的第一号敌人 所以前世之见 我看到中国大陆现在有些评论都讲 这个说我们知道有两个国家很强 以前都是很强的国家 跟美国着队 比中国打下去 第一个就是日本挑战美国 珍珠港 比美国打下去 第二个就是苏联 所以中国要不要布他的后城 然后就这样